Hello 大家好 我是风云 由海媒体曝光了一组全新一代奔驰SG的类似叠招 可以看到新车配备了一块几乎占据了整个中控区域的液晶屏 同时驾驶员前方横置全液晶仪表盘尺寸也更大 视觉效果十分夸张 同时新车还在这款巨大的中控屏下方配备了一排功能按键 其中包括驾驶模式选择多媒体控制、印记灯按钮以及触控牛等 这也表明了叠招中的全液晶中控设计将会确定是新一代SG正式的中控造型 回顾好观 从此前曝光的叠招来看 仅能看出大致的轮廓 其前进气格三前保险杠将会与现款此行有较大区别 风格上或将更靠近现款奔驰CLS级侧型 与此同时新车的车尺寸更加宽大 搭配更多流线型的实际元素风格将会更加豪华 根据此前的报道 新一代SG车型还将广般的应用铝合碳纤维材质 预计会相比现款车型更加轻盈环保 同时全新一代SG还将搭载L3级驾驶辅助系统 新车将会在2020年左右发布 你期待吗 一组雷洛KZE量产版的国内路式叠招近日被曝光了出来 从此次发布的叠招来看 量产版继承了概念车的设计风格 中网轮廓较为独特 中央的雷洛logo延伸处的线条 与两侧狭上的前大灯衔接为一体 让前连看起来个性时尚 侧面采用了较为圆润的设计 配备全新样式的双五部轮圈设计 侧群的黑色防沙条 以及轮拱加入的黑色包围 使整车看起来野心十足 尾部线条饱满 造型投降与概念车接近 最了解雷洛KZE将配备后倒车雷达 后置镜摄像头 和带有连接导航和服务的中央屏幕等 新车类似以及动力信息稍微公布 值得期待一下 最了解KZE量产版将在2019年率先 在雷洛实验工厂实现国产 随后出口全球 NEDC供货下的数量里程将超过250公里 您会考虑该车吗 从官方去到获悉 Infinity Q70L新增三款车型正式上市 新车主要针对配置上进行了升级优化 其余部分无明显变化 外观上依旧采用了Infinity突破美学设计语言 配备标志性的双拱形进气格杉 配置配备真皮座椅 以及多处柔软材质包裹等 配置方面200T精英版PLUS相比原油入门版车型 增加自动防旋幕后视镜 BOSS食阳升旗影响系统 导航系统后排座椅加热 200T锐响型PLUS增加座椅东风 后排自动遮阳链 自动大灯 大灯清洗 倒车时后视镜自动下方功能 200T豪华版PLUS增加后排媒体空调控制模块 后排座椅电动调节 防碰撞预警系统 全数段智能续航系统 车局控制辅助系统等 动力方面 新增车型依旧搭载200T直列四缸无能增加发动机 最大功率2141马力 风扭矩350牛米 传动系统部分 继续匹配七速手机提配主箱 该车的指导价格区间为38.98至44.98美元 喜欢的不要错过了哦 从拉子捷官方获取到了 拉子捷全新中型SUVURX车型的官图 从官图来看 拉子捷URX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牵连的FONDIS LED搭档组 由一根凸起的零线隔开 零线上方是拉子捷品牌logo和贯穿式的杜格式条 而零线下方则是一款非常独特的大尺寸六边形中网 中网内部有点阵式杜格块和牌子安装位组成 辨识度很高 车层侧面 大角度倾斜的A柱和前缝档 营造出了动感流畅的车顶线条 而在后部 新车车身又拥有了比较硬朗规整的走势 比较特别的是 新车还采用了分色车顶和悬浮式地柱的设计 地柱上部与车顶的同色部分 看上去如同一根巨大的后扰流板 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视觉效果 车位仿佛的线条很有层次感 多边形ALED尾灯竹 立体感十足的厚薄简杆 以及尾门线条 多个四条和双边共两处式的排气装饰 整体很是精致感和运动 磁能方面 官方透露该车的车身长度为4740毫米 车能高度为1760毫米 类似和配置方面暂时还没有消息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2月14日 2019款华盛宝马一系三星版正式上市 此次上市的新车 针对车系进行了精简和调整 新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 其中有三款标配了M运动套件 先包围造型摄取了宝马M设计的风格 配备大尺寸的进气口和黑色色条 酷感十足 带有后扩三切的灰色下包围 及双边共两处式的排气口 也进一步提升了车尾的运动感 此外 新造型的双五复M运动轮圈和车身多数的M标示 也凸显了新车的不同之处 车的颜色方面 新款一系三星版提供了矿四白 木耳本红 熟光镜 S拓蓝 开四米 一共五种颜色 而类似最明显的变化则在于 M运动多功能方向盘的采用 视觉效果和手感都有所优化 配置同样进行了升级 其中最低配的118i10上行 升级了17英寸轮圈 亮黑色的类似版 并可选装苹果CarPlay 118i M运动套件版侧型 除了外观变化外 还增加了厚实镜组件 并可选装增强型互联架驶和苹果CarPlay 新的顶配车型 120i M运动套装 持进一步配置了舒适进入等功能 此外 8.8英寸中控触屏 和带有六边形的天使眼LED大灯 也为全系标配项目 专利方面提供两种动力车型 包括搭载1.5T直列三缸发动机的118i 和搭载低功率版的200T直列四缸发动机的120i车型 其中118i最大功率136马力 风扭矩220牛米 搭车系统匹配六速手机一体变速箱 而120i最大功率192马力 风扭矩280牛米 搭车系统匹配八速手机一体变速箱 价格上 其售价区间回19.99至26.99万元 你会买它吗 麦可伦在近日正式发布了旗下第五款LT车型 麦可伦600LT Spyder 并计划于今年2月20日正式公布售价 新车作为麦可伦旗下克莱德斯波尔的级别中的一员 整体风格极具战斗气息 结构相比软顶织物敞篷提供了更强的安全性和耐磨性 由于采用了碳线为Mondisor 2底盘结构 所以敞篷版侧型保留了硬顶版的结构刚度 同时得益于大量轻量化材料的应用 敞篷版侧型最终的整备质量为1297千克 相比于硬顶版侧型仅增重50千克 而作为高性能版本 新车采用了全新的轻量级的Ecatara 和麦可伦PE标准的碳纤维赛车座椅 同时为麦可伦Sella车型打造的超轻量碳纤维赛车座椅 可以单独选装 其也可以作为MSO Collider Sport Pack升级包的一部分 后者包括简装影音娱乐空调系统等 动力系统部分依旧搭载3.0升双无论增压V8发动机 最大功率600马力 风轮9距达到了620牛米 敞篷版车型白功率加速时间为2.9秒 200功率加速时间为8.4秒 车顶升起状态下急速为324公里每小时 敞篷状态下是急速315公里每小时 新车将会同样采用限量销售的形式发售 并且仅生产一年 喜欢的可以考虑了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淘宝搜索关键字微角 新鲜手机好备件等你来聊 当然了也别忘了撒码关注微解的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